塑化机让大家人心惶惶 现在很多人在家里头自己煮饭 但是小心了 连处理食物常用的砧板 现在也出了问题 消机会呢 抽检了15种市售的塑胶砧板 发现呢 其中有一项是含有超过重金属间隔 麦糖的接到了检测的结果之后 赶快的下架 各式各样的砧板都是婆婆妈妈 在厨房里的好帮手 不过像是这种颜色鲜艳的塑胶砧板呢 在选购时可就要特别注意了 五颜六色的塑胶砧板 因为价格便宜 取代了木质砧板 在一般民众家里越来越常见 不过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 却可能隐藏着重金属危机 消机会抽验15项市售塑胶砧板 另外发现其中一款软式塑胶砧板 在检验过后出现了重金属 千隔含量超过规定值 100ppm的超标状况 只要一不小心就可能把重金属 持下肚 要是皮肤上接触也会造成病变 它会造成脑部的伤害 那造成脑部的伤害 就会让你的肌力下降 你的认知变得比较不清楚 如果想要使用塑胶材质的砧板 专家就说像是温度太烫或是柠檬 凤梨等酸碱度过高的食物都不适合在塑胶砧板上处理 使用过后也要立即清洁才能防止有害物质的溶出 通常就是说颜色深的就很容易就会有 你若没有淡色的或者透明的这些东西它不需要染色嘛 不需要用这些重金属 当然民众要是担心自己买到重金属砧板 专家也建议选购没有色素的宿舍砧板 或是材质天然的木质砧板 都可以避免重金属的危害 而被验出贩卖重金属塑胶砧板的爱买板桥店 也已经将问题产品全面下架 中文新闻 蔡普旭堆龄 台北 蔡美豆